網上流傳印度的電視台播出試射導彈的片段 印度國防部說星期二晚約7時50分 在東部卡拉姆島成功試射烈火五型洲製導彈 是印度首次在夜晚 而且由戰略部隊司令部試射這種導彈 當局強調符合印度一貫政策 維持最低威懾力 承諾不會率先使用核武 烈火五型在印度自行研發 可以高度準確擊中目標的導彈 可以攜帶約一噸重核彈頭 以音速24倍飛行 採用三段式火箭設計 用固體燃料推進 可以在短時間和由移動發射器發射 射程最遠去到5000公里 由這次在東部的試射位置 射程足以覆蓋整個中國 這次試射正值印度 因為邊境衝突和中國關係緊張 外界相信試射志在加強針對中國的威懾力 眾人兩軍月中就邊境問題 舉行軍掌級會談 但是沒有共識 印方說提出建設性建議不獲中方接納 中方反駁印方的不合理要求增加談判困困難 有線電視記者國施雅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國施雅